花了四年在台灣這個地方 台灣人對外國人都親切 很喜歡住在台灣 平常寫滿算式的白板上 畫滿了漫畫人物 這位老兄下筆又快又準 但他不是漫畫家 而是一位研究學者 大家好 我是梅晶晶依 請多多指教 不開口說話 很難發現他是外國人 來自日本山形縣的梅晶晶依 是中研院天文 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員 在日本拿到博士學位後 就加入中研院的研究團隊 現在我們是用那個 天空的那個HUBO Space Telescope 跟其他的望遠鏡來研究 那個新系統的 暗物質的分布 還有研究 利用那個中立頭鏡 來看宇宙最早的星星 小的團隊開始 然後發展到 就是現在國籍的研究計畫 就是滿不錯 梅晶從小就喜歡看星星看月亮 在同年齡的孩子都風靡任天堂的時候 他的願望是擁有一支望遠鏡 我的同學都是去買那個打電動 當那個比如說聖利禮物 那個時候我覺得說 沒有那種東西 然後我要買那個小的望遠鏡 來看那個火星 後來 因為那個天氣不好 所以沒有看到 可是我看到比如說 木星 就是月亮 就是突星 然後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決定說要當 未來要當天文學者 當天文學家一晃眼就是十二年 美晶的中文溝通 已經沒什麼障礙 閒來無事串串門子 和台灣同事打成一片 功代義馬一通 我比他還差了 同事喔 所以你會講台語 馬鈴 高雞 高雞 小雞 都是誰教的 同事 就是台灣人就是 對外國人都親切 感覺就是在自己的國家這樣 不說您可能看不出來 梅金已經邁入了不惑之年 外表和內心卻還是相當孩子氣 他說保持年輕的秘密 就是住在台灣 因為台灣整體社會氛圍 比日本輕鬆許多 美金看台灣覺得人情未濃 交通發達 溝通也方便 飲食上很合日本人的口味 不管是日式還是中華料理 都很道地 不過有一些台灣小吃 還是很難習慣 沒外帶嗎 來 過來 臭豆腐真的 我第一次聞到是 是二年前的士林夜市 那個時候夜市比較有一點 沒有那麼整理 然後真的有強烈的臭豆腐的味道 然後聞到那個 我以為是有人放什麼 毒品啊什麼 然後就被殺到 梅金在學者生涯中 曾經有機會到其他國家發展 但他依舊選擇留在台灣 除了很適應台灣的食衣住行 更因為娶了台灣的美嬌娘 我們一直去那個KTV 然後認識 有點像那個老大 很會照顧人這樣 台灣的女生可能 表面上比較強 可是其實沒那麼強 比如會哭啊什麼 日本女生感覺比較溫柔 然後比較弱 可是其實裡面是滿強的 梅金覺得當台灣女婿壓力不大 也很少有溝通和文化差異的問題 他這輩子就想留在這裡 專心做最喜歡的研究 這是研究研究 所以就是不用教學 然後可以專心做研究 然後所以我可以做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都不會想要回日本工作 應該不會 我覺得應該會 就到死吧 遠離日本家鄉千萬里 到台灣當天文學家 或許是當年那喜歡看星星的小男孩 沒有想過的 台灣的人情味和自由輕鬆的空氣 深深擄獲了梅金的心 也留住他的這一輩子 然後我就就看 環境做什麼 中央社記者紅黃軍張亞婷 台北報導 我們ará2020年 今後大約 谢谢大家